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大家好 欢迎收看本期视频 今天我们来到了珠海来试驾保时捷新款Panamera 这辆车它是第二代车型的一个中期改款 目前在国内已经正式开始了发售 从低到高 再售的车款大概是10款左右 我们今天拿到的是一辆Panamera 4行政家常版 它的售价是120.6万 在整个车系里面的定位是入门级带四驱的一个版本 今天咱们就来看看新款车型到底新在哪 首先咱们来看一下车头的变化 新款车型目前全系标配了之前老款需要加钱的Sport Design套件 主要是下包的样式做了一些变化 现在换成了一个贯穿的样式 看起来很运动 而且也会增加一些视觉上的宽度 我们这辆车它的颜色官方名字叫做龙胆蓝 我觉得视觉效果很漂亮 而且在阳光下它的质感也不错 关键它还不用加钱 侧面的轮廓跟老款车型基本上保持了一致 我们这辆长轴版车型它的轴距相比 标轴长了150毫米 基本上全都奉献给后排了 可以看到后门加长的痕迹比较明显 我觉得后门上下车的时候稍微小心一些 因为它的尺寸比较长 另外就是四个车门都配上了电锡的功能 同时侧面像这些银色的窗式包括21英寸的轮圈 都是需要加钱选装的 这套圈它的价格大概是71600块 视觉效果我觉得还可以 只不过轮胎配的稍微有点一般 它配的是被耐力的P7 跟运动性能不是太沾边 我觉得以保时捷的调性能 应该配一个运动规格更高一点的胎 这套胎更偏向于舒适跟节能 尾部大体的轮廓变化也并不是很大 主要是灯枪里面的细节做了一些变化 还有增加了一个扩散器的造型 这张车用的是一个双边共两出的普通排气 当然我觉得尾部最吸引人的 还是这个带升降的电动唯一 新款车用内饰最大的变化 就是换上了和最新款911 也就是992的同款方向盘 手感很好 而且是这种金属的镀芯材质的拨片 摸上去就感觉忍不住的想盘它 中控里面也是换上了一块算力更高的芯片 所以它的反应速度要比老款车型更加提升一些 并且它也是全系标配了无线CarPlay的功能 我们这辆车选装了一个黑色跟布尔多红的 一个双拼内饰6.6万 整套内饰的这种质感是很不错的 并且它跟屏幕的这种搭配 以及这些触控带震动反馈的按键体验 真的是没有太多可挑剔的地方 唯一能够让我吐槽的就是前排这些不太充裕的储物空间了 来到后排可以看到这辆行政家常版的车型 它用的都是四座的布局 而且配置给的也是特别的齐全 空间方面可以看到长轴版的车型 它的腿部空间要比标轴版真的是有了一个质的提升 头部大概是四指左右 如果是单论空间的话 它真的可以跟S啊 七系啊去对标一下 那座椅方面呢可以看到它走的还是一个运动的风格 其实作电场路包括包裹性其实都不错 但是要真论舒适性的话 我觉得要比那些车型真的是要稍微的欠缺一些 不过定位在这也是可以理解的 其他的方面 这辆行政家常版的车型 它后排还可以选中一个更大的中控台 配置会更加的齐全一些 包括有些折叠桌板之类的 照顾的肯定会更为全面一些 好 接下来把这辆车开起来聊一下它的驾驶感受 首先动力方面 这辆车它搭配的是一台2.9T V6的方机 匹配一台8速PTK双离合并箱 数据方面 330马力 450牛米 其实单看参数的话还可以 虽然说它是整个车系里面比较入门的一款动力配置 但是它的0-100加速依旧可以做到5.4秒左右 如果选装了Sport Chrono的运动套件的话 它的加速还可以再快上0.2秒左右 而且整个加速动力输出的过程我觉得非常绵密 并且有一定的浑厚感 并且它的中后段动力输出也是做得非常的不错 所以我觉得这样的动力储备 这样的动力表现已经能够满足大部分人对于动力的一个需求 如果说你还会有更加极致的一些要求的话 没问题 它在网上还会有S以及GTS 包括Turbo S的版本供应选择 降向很平顺而且换挡的速度很快 尤其是当你高速巡航的时候 一脚地板游下去 它这种降挡的速度和爽快感 绝对是标杆级的一个表现 油门和刹车都是一个偏沉稳的感觉 首先油门我觉得它的线性包括可控程度 其实和全新一代的911非常的相似 至于制动力我觉得没有任何的问题 它的卡前是前六后四的一个配置 至于转向的感觉那必须是大赞 首先它转向的力度很均匀 而且几乎没有什么虚位 并且我觉得它的指向性相比同级别车型 也有很大的一个优势 所以我觉得一台D级车能够做成这样的转向手感 真的是容易开上瘾 底盘的部分它采用的是前双摇臂 后多连杆的独立悬架 并且全系标配空气悬架 高低支持一个三段的调节 减震支持软硬两段调节 官方表示这有可能是Panamera 历史上最舒服的一代车型 同时也没有丢掉它之前的运动性 先来说一下它的运动性 首先我觉得这样车平时在开着的时候 它还是能够把侧倾控制的很合理 而且底盘的这种贴地感 整体性表现的都很不错 并且我觉得它车头的灵活性 要相比同级别车型 还是要好上不少 那再来说一下它的舒适性 其实舒适性的提升 我觉得大部分是体现在 它对于小颠簸的过滤上 确实更加细腻了 但是当你在快速过滤一些减速带的时候 即便是在最舒服的状态之下 最舒服的模式之下 它大体表现出的还是一个偏硬朗运动的风格 所以总体来说 悬架确实变得更加细腻了 也可以说是它在运动和舒适之间 又找到了一个新的平空点 真正想买这台长轴巨板车型的用户 我觉得它的后座 经常很可能会做一些 比如说客户啊 家人啊 甚至车主本人 所以我觉得后排实际 行驶起来的体验也非常重要 那么真正做到后排走起来之后 我觉得它的数据性其实大体上也没有太大的问题 但是当你真正要跟漆系啊 S啊去对比的时候 我觉得它有两点可以优化一下 第一点就是它座椅的填充 可以变得更加的厚实一些 现在还是有一点偏硬朗偏单薄一些 所以我觉得有一些 本来应该由座椅化解的颠簸 现在有时候过滤的并不是很干净 那第二点就是它整个车厢内的隔音 尤其是后边传来的排气声音 当你真正想在这美美的睡觉的时候 这点还是有一点烦人的 但是我觉得因为定位在此 还是可以理解的 毕竟这款车 它的车主现在平均的年龄只有32岁 年轻人嘛 我觉得问题也不是很大 最后咱们来总结一下 这辆新款的Panmera 我觉得它的外观和内饰上的变化 确实让它得到了进一步的提升 悬架也在舒适性上有了一些细腻的变化 总之我觉得这辆车依旧是这个级别里面 能够把豪华 运动甚至实用性 结合的特别好的一款车 你仔细去想的话 它甚至没有一台能够特别特别对上位的 竞品车型 这种独一档的魅力 我相信应该没有人会拒绝吧 OK 今天的视频咱们就先聊到这 感谢你的收看 我要去努力工作了 咱们下期再见 拜拜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